欢迎收看《华视与众不同》 我是苏伟叶 香港一直都是压救这个重要的国际的大都会 很多西方国家非常关注这个香港 也有很多欧美的跨国企业在香港有投资 有很多利益在里面 这一次特首的选举 结果一出来的时候 马上遭遇到很多西方国家的抨击 比如说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就发表严厉的声明说 指这一次的新的选举制度 破坏了民主原则多元的争执 表示遗憾 他还用了所谓selection来替代election 就是说它是一个由上而下的选拔 不是真正的选举 来形容这一次的特首的选举 另外华尔街预报 金融时报 Boomberg也用这个confirm 用确认来形容这一次特首的选举 其实过去特首的选举 也不是只有这一次 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清点 并不是说是真正的选举产生 过去西方国家都没有太多的批评 为什么这一次会这样子 当然会切得到 某城市来讲 当然切得到就是因为 这次选举的包装可能做得太差 导致西方军的原因 但更进一步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自从2019年 中国跟西方国家的这个 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 导致这个西方再次围堵这个中国 所以这一次批评 我们可以视为是这样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延伸 自从反送中心移动之后 再加上最近两年的 这个新冠肺炎的爆发 香港对外的经贸关系 其实受到极大的冲击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也已经到了一个 岌岌可危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会看到 香港在整个政治挂帅的 一个政策路线之下 特政府似乎并没有说 将恢复这个国际经贸关系 视为首要的任务 李家超担任这个特首 在在反映这一种取向 这个路线的一个延续 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说李家超也是其中一位 因为这个宋众修法 而被四方制裁的 其中一个香港官员 我们想一想 一位被制裁的香港官员 我们很难期待他 会帮香港提升这个国际地位 可能连维持这个地位 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 香港这一次所谓二次回归 我会让我联想到 1949年 中共在接管上海 上海是当时 东方最大的国际大党会 不一定不是香港 中共在接管一开始 也提出一个所谓 新民族主义的政策 承诺说允许 长期发展资本主义 但是过了几年 在1953年 突然就宣布这个过渡 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 更在1956年 就完成这样的过渡 香港 毛钱来讲会说 它是一个慢版的上海接管 只是过了20年之后 才突然加快速度 这个接管 但是大家注意 邓小平是承诺50年不变的 其实现在到一半都还没有 台湾不是上海 更不是香港 但台湾跟香港 很多条件并不一样 但是一个东西是相同的 就是台湾是中共 统一大业的目标 可能是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必须要警惕 中共在过去在上海的 还有跟现在香港的 一些作为表现 历史并不会简单发生 重复发生 但是有一些逻辑经验 是蛮相类似的 以上是与众不同的内容 谢谢收看 与众不同 再见 再见